發生檔飯吃,我們最積極 你們聽的是hkpnut.com 我是何俊仁,多謝大家 花生有 愛出酒 出遊溝鬼頭 窮遊也風流 回來了 這一節就沒有了B女在 B女說希臘太棒了 所以就去希臘 這麼快就去希臘 立即買機器 到現在這一刻就只剩下我們兩個人 因為上節我們認識到一個很不一樣的希臘 因為上節我們就說這個什麼 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 塞薩諾黎雞 對 接著我們就說 我們少些人聽過希臘 除了海外 原來也有山景 也有一些廟 那些廟 最神奇的是 還有幾千人都在廟裏做修行 有幾千人這麼多嗎 是啊 他們當地人說 當然我們去看天空之城 就沒有那麼多人 那裡大概只有一兩個人住 但其實整個希臘 還有一個千個的忍修士 忍修士就像我們現在在赤柱 那些地方 很少跟外界接觸的 只是為了跟耶穌接觸的人 一些教士 但是我們上次有一個故事還沒說完 其實原來那個地方 當然我們說 很多遊客都會去那個地方 即是鐵金剛的拍戲 上次也說過 但原來他們還是保存一個很傳統的捷一 什麼捷呢 話說他們的山崖是很有趣的 現在我們看到 有回去我們的知情 有塊石頭 有塊石頭 有一個洞 那洞呢 有潮州 有潮州 真的去得太快 因為最近去得太多旅行 那 去一個塊石頭 這裏有點像什麼 這裏有點像 我們上次也來過 有點像張家界 對 這裏也有點像 所以叫做 這裏就看不到 但我們大概在這裏 如果大家有看 是一個山崖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的直播 會看到 不是直播是看YouTube 大哥 看我們的線上 會看到 山中間有一個洞 那洞裡面 原來是放了一些絲巾 這裡放了一些絲巾 原來他們每年會有一個節日 因為希臘很大部分時間 超過了一百多年 在奧圖萬帝國的管節下 奧圖萬帝國 即現在的土耳其人 其實他們相對來說 其實比較寬容 他們都容許 那些人繼續相信 這個東聖教 就是希臘的基督教 但當年有些 因為這裡有很多修士 修士多什麼 多道士 就像中國一樣 多道士 他們除了拜耶穌之外 還會醫病 這麼厲害 是的 所以他們 這個也是 你和中國的道士 那個做法都一樣 不過我們中國的道士 就練單 是的 那希臘的道士 會不會練單 他們也是 可能會把草藥給他們吃 OK 那他們有些 醫師人教的信徒 尤其那些婦女 就來到這裡 就說 婦女 婦女 OK 不是活女 不是婦女 他來到這裡 他就想找一些修士 可以幫我治病 而且他們醫好組 但是他們沒有意思 因為他們是醫師人教徒 所以他們來到這裡 有個意識 就會把他們自己的頭巾 送給那些修士 就證明了 原來你們的宗教 譬如我們作為是醫師人教徒 就是教徒 原來你們的東正教 都是可以的 所以他們會把頭巾脫了出來 才找一些修士 然後那個洞 就放了一系列 很多頭巾 因為很多婦女上來 後來就變成了一個意識 就變成了每年 他們就會放一些頭巾 就是奧圖曼大國 土耳其大國 完結了管治之後 他們每年都會 繼續放一些頭巾 上山洞 那些修士 仍然會是 對著頭巾祈禱 就像我們去廟 拿些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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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之後就覺得神秘的 那些頭巾 放在山洞一年 但是第二年之後 有些年輕人 大家想想 這裡有四五層後告 起碼 那些年輕人 就要屠手 爬上四五層後告 把上面的頭巾拿回來 然後就分給村裡的婦女 那些婦女 又再把一些新的頭巾放上去 好像我們現在 剛剛這段時間 不停這樣循環 對 這段時間很流行天頭彈 好過喝符水 大哥 你這樣做 我也喝過 符水可以的 跟正常水一樣 只是我上次喝一喝 為什麼裡面有黑色的東西 我以為是陳 一定有黑色的東西 是符水 紙來的 回到這個 好像天頭膽 大家就會拿到天下 或者拿一些東西去供奉 那樣 把頭巾放在每個家裡供奉 那樣 作為一個吉利 作為一個神的保佑 現在就仍然有這麼傳統的儀式 我雖然知道這個社群 當然 我們就看到很多遊客 但是其實 如果你可以在裡面 多住幾天 跟當地人聊天 尤其 不如我們剛剛去的時候 就是今年新年 他們希臘來說 其實是一個淡季 所以他們很多本地人 就會回來住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遊客有多個本地人 是嗎 所以人們都覺得 很辛苦 這些本地人 但是 如果你在淡季 就可以多一點機會 跟本地人接觸到 所以 這個山 其實它是什麼名堂 是不是 你上次說過 蔡澤洛尼基 其實這個山 很有趣的地方 是嗎 我們上次就說過 他們有一些 四五百年的廟 在山頂尖尖 好像 現在在看 給大家看看照片 它之外 其實 好像這張 其實它 整天都這麼多雲海 不是 它一年之後三天有 所以我們那天 相當相當幸運 這個景 就好像 在福建 不是 張家界 湖南那邊 不是張家界 張家界 當然有點像 但是 我記得 九華山之類 差不多 那些朋友 差不多 對 所以你要好好運 我剛剛好運 導遊都說 不如你幫我拍照 傳給我 所以 它其實是一個 比如剛才說過 它有很大的歷史文化價值 因為很多收視 五百多年前 已經開始收視 另外 它也是一個 我們叫做自然 和文化的 世界文化遺產 也是一個 很獨特的地貌 你看到 好像張家界 一柱擎天石 但是有很多資料 但是我想知道 如果我去的話 我如何上來 看到這個景觀 是不是都要爬山 還是有沒有 有沒有索道 他們很簡單 你基本上 坐車 全部都有公路 譬如我們說 在八十年前 都還是要 譬如我們上次說過 上去的廟裡 你就要坐那些 承索 但是譬如 你去的廟裡 都要靠行路 你看到廟裡 是很大的 嘩 好像長城走上來 你隔壁 可能是廟裡 隔壁 隔壁 就扯你上去 我看這些景觀 我完全想像不到 這個是希臘 這就像 東歐的小國 甚至乎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我以前也去過 不過是十多年前 羅馬尼亞 也有一個類似的景色 它叫什麼 它叫吸越殭屍古堡 是嗎 是嗎 但是吸越殭屍古堡 如果你去過 你也知道是復 那為什麼復呢 很復 為什麼 找到德古拉的腳毛 不要說找到 然後你發現 原來 古堡的大小 基本上 可能是等於我們現在 一千尺的豪宅 一千尺的單位 那麼大 很小很小 你看到 你來遠看 它很有趣 它也是在山上 像這些山尖端上面 有一個古堡 但是你來遠的 挺好 不錯 為什麼這麼小 走幾步就完了 那你就 不是 你是離遠 你看到古堡 是的 但是你進去 單位是很小 很小 它建築面積很大 但是它實用面積 很小 就好像十分之一 這樣可能是 還有 譬如我們看 譬如你今次 你去希臘這些 有趣的地方 譬如你進去 你坐坐 譬如我不是坐坐 我們進去那幾間 因為它很多時候 都不會全開 那譬如你會看到 譬如你進去 會看到當時的陳設 譬如你 譬如當時的收視很棒 其實他們就 摘一些棗來吃 就好像他們看金融小說 那些武俠人物 吃棗 都是充機 另外裡面 其實都有 最大興趣的是 喝酒 是的 他們很喜歡 你去希臘 這些就是去釀酒的木桶 是 這些就是龍具 隔離的 你會看到 比較遠的 大一點的木桶 不是 原人 你現在展示給我看這些 像是石器時代 那些如無飲血那些 其實它們的東西很簡單 很簡單 很簡單 因為 只是還沒看到獸皮 他們瘦皮也不多 真的有嗎 他們全部吃齋 啊 他們肉也不吃 是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喝酒 已經是人生最大樂趣 是的 所以 譬如你進去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拜師 但譬如你相對來說 你去到東歐 譬如 其實基本上東歐的國家 都差不多去了 除了烏克蘭之外 然後譬如你去到羅馬尼亞 你會看到裡面是空的 什麼都沒有 我猜很可能是因為 他當年受到共產的統治 所以要清掉他的歷史 OK 這個你又從一個羅馬尼亞的 一個比較 去看 我會從東歐其他國家的歷史 這個確實是像東歐的面貌 其實有些人都會覺得 譬如希臘 他自己都屬於一個 巴爾幹半島 就是問希臘人 你這麼多次是東歐 有些人說不是 有些人說是 有些人說 我都是巴爾幹半島國家 所以其實他們自己的身份 都比較複雜 譬如一來 他就沒有接受到蘇聯的鐵幕統治 但是他自己也都很 也有很近至西歐的文法 這個當然是特別的 但在地歷上也很近 很遠西歐 希臘其實他自己 他復原就未必說是很廣 但是你說北臨是阿爾巴尼亞 你東臨是保加利亞 其實你也是會接觸到 一些東歐國家 是的 我們講話題 其中一個對希臘很重要的歷史 你看回他接洋的地方 最東的去到伊斯坦堡 和土耳其當然是很多牙齒印 那些之類的東西 你在這個 你這個短短的 巴爾幹戰身很出名 當然對希臘 或者整個巴爾幹半島 當年他們爭取獨立 就是保加利亞、希臘 或者塞爾維亞 對抗奧圖曼帝國 對抗土耳其 所以他的文化 或者食的東西都很像 但你看回裡面 當然我們自從歐債事件之後 大家都很留意希臘 因為覺得希臘真的不行 如果大家有新聞 都知道希臘又還不到錢 是的 我們跟希臘人聊天 他都覺得很灰 你這次去是什麼時候去 我忘記了 這次是新年去 新年去 你新年去 你有沒有人氣我取的感覺 人家都覺得很窮 你去到會不會因為他們窮 而你的消費是得而有好處 其實他真的 譬如你二月去 他的旅遊王貴 大概六月到七八月 尤其七八月 大家暑假的時候 用一個成語形容 就是肩膜 基本上整條街都會擠滿了人 都很多人 很多人 尤其是郵輪 他最著名是希臘 董建華 如果大家都知道 香港有船王 就是董建華 董建華 董會堅家族 第一個是鮑肉綱 第三個船王是什麼 就是希臘人 娶了金麗迪的老婆 是 即其連 之前也有電影 即其連夫人 就說他和希臘船結了婚 所以希臘船很出名 當年 為什麼這麼出名 因為他的遊樂很出名 他們去的島 基本上一天有十班 但我們這次去的時候 因為二月的天氣比較冷 可能一天去一些最出名的 譬如叫聖道Lily 聖道 聖道 譬如我們看回哪裡 其實可能一天只有 一班船 或者兩班船 相對少很多 但是 有個好處就是什麼 我們選擇這些時間去 就像剛才我們說 去天空之城 你真的會看到 當地人是怎樣生活 譬如你七八月去 當地人是很害怕的 你們來我就走了 因為他們周圍都是遊客 周圍都人 其實當地人是 譬如你去到希臘 你會覺得他們很閒 很遊 相對來說 他們很有趣 我們對希臘的印象就是 說希臘不做事 很難 但是我自己看回 譬如我們去快餐店 或者去坐巴士 其實很準時的 譬如你看到快餐店 做事很快 為何人就說他不做事 所以要破產 當地人就說 不是因為政府很探戶 所以他們就破產 但是譬如你會覺得 譬如這個時候 譬如我們去到 譬如他最出名的 兩個景點 是哪裡呢 就是我們有天空之城 他最出名的景點 就是那個聖土利利 那個聖島 就是很多人 就是這個 我們叫做 一個半月影的島 Santorini 我以前都會喝紅酒 都會在Santorini那邊出產 原來一個這麼小的島 其實他也是 盛產這些紅酒的地方 是的 其實盛到這裏 我們剛才說回 譬如我們二月份去 有什麼準數呢 譬如我們可以租到一個 我和媽媽去 因為我們兩個人 租到一個房子 三百多港幣 三百多港幣 是的 三百多港幣 因為如果我們旺季去 起碼都要六七百元 我們看回 他很均真的 因為他們做那個旅遊 所有地方都有價錢牌 說這裏現在什麼時候 多少錢 所以我們覺得 這次去便宜了很多 還有 譬如很有趣 我們說很多人都去Santorini 譬如香港人 譬如結婚 或是動物語 希臘 一定會選擇這個島 但這個島 我自己這次都蠻特別 就好像Anthony這樣說 你真是懂得吃 你知道Santorini是出名的嗎 其實這裏有支酒 是獨特這個地方出的 譬如你會見到 這個叫做Wiz 叫做Rensotto之類 你會見到 如果大家太好看Youtube 下面有一個 有價錢牌 有價錢牌 不便宜 即是02年的 42元 如果大家看Youtube 你會見到 我其中一個很特別的 去了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去了一間酒廠 那間酒廠 很有趣的是什麼呢 我們剛才說 什麼叫當地人 因為我去那間酒廠 發現 第一天走進去 那個叫做Bonito的酒廠 在聖堂這年的中部 遊客真是很少 因為他們通常會去一個 叫做Sandos Santuro 類似Sandos 譯名的一個酒廠 那裏就會讓你試酒 穿得很漂亮的 那些試酒師 教你怎樣喝酒 試一次酒 多少次呢 大概都要 要有Dress Code的嗎 他們有Dress Code的 即是他們試酒 他們有Dress Code 我們試一次酒 試一次酒 起碼三杯酒 起碼都百五六元港幣 喔 即是幾碼三十元 都二百元 不是 是在讓酒 就是讓你喝 還是怎樣 不是 他們很有趣的 希臘 因為 我上次講過 希臘其實一直在戰後 都是被軍政府統治 很多時候 即是右派 他們很輕盛就是左教 是的 他們左派很輕盛 即是後來左派 推翻政府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去那些地方 很講的農業合作社 是 所以他們都會讓酒 都會用合作社的形式做 所以他們會 譬如為了觀光 他們合作社 搞了一個讓酒的酒莊 讓遊客去試酒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穿得很漂亮 即是穿得特斯圖 西裝 那些人 譬如你試三杯酒 起碼三十元 歐元 但你喝的那個 需要不需要有特別的衣服 那也不用 我們去那些行妹 假妹 即是都是熱褲 小貴心 是的 都是那些 但他們會給一年的酒 兩年的酒 譬如他有時候 譬如他跟回 譬如他可能葡萄的 因為他的島 都很大的 那麼他可能北部 北部的葡萄 或者南部的葡萄 或者不同季節的葡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譬如他們 都要起碼三十元起跳 三十元起跳 即是二百多港幣 那可以 你說遊客來說 不算貴 譬如我去到這個 Bornito 有什麼有趣的 就是他完全不用像 任任的 嗯 其實我也是 因為這個酒莊 相對來說 比較少人去 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我就問 是不是這裡 我問了當年 Santorino 是不是這裡 不是 我問聖島這個酒莊 你去這裡 是不是見的 因為那些人 我問了很多時候 他都不太知道 就因為沒有什麼人 是吧 你應該應該 哇 沒有名而來 是吧 一個這麼出名的酒莊 是吧 但是你Santorini 是不是只有這個酒莊 是最大的 它是很小的 但是它很有趣 你會看到 我們Youtube看到 就是他們有不同類型的酒 這些相片是你拍的嗎 我拍的 這些都是我拍的 但是全部都沒有你 這是我媽媽 對 你會看到 這些就是當地人 少女 這樣 很有趣 不像你上次去 埃塞俄比亞 你也會拍照 假裝鬼假裝馬 我 我也有自己的 不過我沒有買出來 是吧 你會看到 他們都是一個很大的 其實他們所謂的酒莊 其實很簡單 是 有一張牆桌 上面有些 比如薯片 你喝給你喝 為什麼有薯片 拌酒 那麼有趣 有些芝士條 芝士條 我可以想像到 他們是用薯片 他們是用薯片 有些零食給你 你也知道 好像黎明說 在空肚吃早餐 很嚴重 喝酒也不可以空肚 所以給你吃 你媽媽現在舉一杯 就是白酒 白酒 我所認識的 Santorini 其實她也是產白酒 比較出名 而她的白酒 mineral 就是比較豐富 即她的礦物質 比較豐富 好像她是因為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 Limestone 其實他們因為是火山 對 火山 就是因為他們 他們到現在 仍然有一個火山 對 所以其中一個 他們很出名的景點 為什麼又有鹹魚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我有很多時間 我只是去了一些村 你會看到圖上面 你看到圖裡面 這個就是火山 這個就是Santorini 的火山 對 所以他們的圖是特別漂亮 而且 因為葡萄很重要 之前我們也有朋友說過 在一個飲酒店 太陽曬著 那你真的熱得哭 牠們的太陽會曬著 但這個 譬如 他們就很有趣 譬如這個酒莊 其中一種酒 這裡 他會給你免費 試了四五分鐘 一元也不用給 那你進去的時候 有個大媽就哭 第一句就是 No English I don't know English 她就不會說英文 那你就用Google Translate 給她聽 然後就說Wire Wir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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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很好笑 她一會兒 我看到有客人 就立刻暗笑 為什麼暗笑呢 原來她可以偷酒喝 她就在雪櫃裡面 拿了所有酒出來 然後說 喝不喝 喝不喝 我們就教她說 鑑杯 即是說乾杯 她就說 一起學說乾杯 她就叫旁邊的工作人員 一起 三個人 我媽媽 那個阿姐 叫另一個工作人員 四個人出來 就拿她最貴的酒 一起喝乾杯 喝了兩三杯 那些酒多少錢呢 就是這裏見到 這裏 就是42歐 42 432 即是300多元 但是她為什麼這麼貴 你看看多少年 2002年 是啊 15年了 她是放了在倉上 15年 是啊 這種酒 叫做 Visato Visato 其實就是 聖到這裏特有的 一種紅酒 嗯 她的做法 她有趣的是 那些細緻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但是她就說 一定要放一個酒 超過五年 嗯 那麼她呢 頭過兩年 其實呢 要令到那些酒 沉澱了一些味道 所以她之後 媽媽呢 她要長久 她可以長久的酒 葡萄呢 本身就是 就是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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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糖分比較多 嗯 糖分比較多 可以這麼說嗎 又不完全可以這樣說 不過不重要 我們 這個也是一個奇 接著我們 我們就喝完酒 其實你不能買 不過最後就覺得 哇 我是喝最好喝的紅酒 就是她 它完全好像那種果汁香味 那種香味 很獨特 很濃郁的 就是你是好像一種 是否你喝過自己的感受 就是你不是背那些 不是 tasting note 就是 你想想 我們很窮友 但是你想想 三百多元一支 我買兩支塊 是的 她還會帶你下去 看看她的木桶 如果她自己是服務得 你專業一點的話 她甚至乎 她是幫你寄回香港 寄回香港 寄一箱回香港 但其實她們這些 其實就真的很 家庭式 譬如她說她一年養的一支酒 養多少酒 她要養十桶 噢 譬如這裏 你看到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她們全部 那麼多酒 就是她不是量產的 是的 她說是賣碗 即字 你有沒有看過她們的葡萄田 是多大 她們的葡萄田是這樣的 因為她們的葡萄 是來自那個島裏 收回來的 所以其實她不一定說 野生的嗎 不是不是不是 她們有葡萄農 譬如她有南部 那些島的南部 那些島的中部 那她是向那些葡萄農 收購回來的 噢 所以那些葡萄田 不是她自己的田 她自己有一點 但她們未必全種 但她們的有趣 就是我一定是用 整套莉莉的葡萄 來釀這種酒 那麼 連這間酒廠 其實是八十年代尾才成立 但是她是 整個希臘最古老的 就是我最古老的酒廠 她是最古老而用現代化的方式 去釀酒是酒廠 譬如會用一些木桶 不是以前那種 譬如以前 如果我們看回一些希臘 古希臘 他們會用什麼釀 他們會說是 用瓦缸釀 是的瓦缸 就等於什麼 好像格魯吉亞 他們都是用瓦缸的 是的 我們以前也去過格魯吉亞 格魯吉亞 他就會用瓦缸 瓦缸得來 他會放在地底裡 是的 所以那種味道是不同的 你屋出來的那種味道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如果你說瓦缸那種 其實是會有一些鐵腥的味道 應該是 是的 所以 他這種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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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你真的會喝到那種香味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最後我就決定買最貴的這個 就是2002年這個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現在還有沒有在這裡? 你的酒開了沒有? 開了沒有 我好像都喝過了 太快了 因為實在太香了 你應該拿來給我們親身試一次 因為實在太香了 沒有白酒 你有沒有買呢? 白酒是沒有買的 但白酒也是 他們的酒特別是沒有很濃烈的酒味 相對來說他們比較像果汁 我們不是每個聽眾都喜歡聽酒 你去這個Santorini 這個島嶼不大的 你留了多久? 其實我留了四天 四天這麼多?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個島嶼不大 你整個去希臘 你去了多久? 留了八天左右 八天但你去了一半時間去Santorini 是的 我覺得這個島嶼有趣 比如有人問 究竟我們說去希臘小島 還是去黑羅地 有很多島嶼 在當地 其實希臘的島嶼 你去了多少次? 希臘我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 是的 我會覺得聖堂尼尼這個地方 很古靈去 因為它很多元化 通常去整個島嶼就只去看海邊的史上 你又說你自己很喜歡 即是你有一種雅典拿情意見 我想你應該去很多雅 留很多地方 留很多時間在雅典 只需要 雅典我留了三天 好像在希臘留了十天 雅典我留了三天 那你天空之城 你留了多少天? 那天空之城留了一晚多 一晚而已? 一晚而已? 一晚你講了一節這麼多 但是你先去了天空之城 即是塞薩諾尼加伊 然後就下來這個聖堂尼 是不是? 然後我們回到希臘 最後一站就是阿典 是的 然後我們中間也去了一個叫Depro 的城市 一個叫太陽 最大的太陽神神殿 嘩 這樣就過癮了 先講這個聖堂尼尼 但是你只是講酒 你應該不是四天都只是在那裡喝酒 當然 喝酒我也不是特別好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去推介 這幅圖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阿典 這個是聖堂尼尼 是嗎? 是聖堂尼尼 經典的奧尼 即是它的鎮 其實聖堂尼 其實最美麗不是在海港那邊 是 是去北少少有個漁村 OLA 你會看到很多風車 太陽不照射 我給大家看一幅地圖 看看 是 你會看到這個就是聖堂尼尼 譬如這個費拉就是這個 很長的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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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OLA 就是這個 我是最美麗的 這個島有多大 我想跟長洲比 大概等於多少個長洲 如果你坐車 都要一兩三個小時 才能走得到 至少環島也要三四個小時 環島是坐車就環島 應該是大嶼山島 大嶼山島 OK 這樣也不太小 不太小 但也不太大 比如我們剛才說的火山後 就是這個 石拉夏島 即是它是一個分島 是否坐那些 例如天星小輪那些 對 坐那些薄木仔 要包團它 但我不太建議大家去 因為我去年年後 我去冰島那邊回來 你會看到它的火山 真的沒有煙出來 跟我們上次說 埃塞俠比亞 你說它的葡萄 那些薄木很足 在這個島裡面種 還是在本島那裡種 在本島那裡種 在本島那裡種 本島那裡也有一些火山會爆 OK 那是的 應該是連同一個大陸 是吧 是的 譬如我們去到這裡 一定會吃東西 海鮮 相當出名 譬如他們會有一些 煎魚 你本身計劃的時候 都打算留了四天那麼長 我們本身也是打算留出來 因為在最初的時候 我是打算留多幾個島 譬如我們 旁邊也有一些島 譬如是蘿士之類的島 後來我們跟當年聊過 我跟他說 你不要留在島 全部都留在島 你們是最美的 後來我發現 真的去廣東武錯 譬如我吃了這麼多 希臘很著名的食物 現在香港人在買的 很像這個豆腐花 是的就是希臘娛樂 希臘娛樂有什麼特色呢 還有牙糖加上豆腐花 它就是蜜糖 因為他們當地空氣很好 蜜糖很香 蜜糖加上那種軟一點的乳酪 就是相當好吃的 平時我不是很喜歡 這個是乳酪來的 希臘娛樂 我去到奧娜那裡 剛才說的那個鎮 那個乳酪 我是吃過最好吃的 嗯 你去到那個鎮 你都會看到的 這個乳酪 其實我們也可以介紹 譬如說剛才 你會有很多魚 這些是鹹魚 對這些鹹魚 你可以去買 或者去做手信 也可以 你也可以去到一些 譬如他們有一些精魚 那些魚 它特別之處是什麼 譬如這個 有些潮州做的感覺 有些什麼 叫做 潮州的做法 像烏頭的樣子 這條一定是海魚 海魚 它會整乾身 應該是封乾了 才會有些鹽片醃進去 本來這些魚 譬如魚肉 可能會比較鬆一點 但是因為它封乾之後 魚變得很實 而且因為它蒸走裡面的水分 所以令到你吃下去的魚 它就會煎了一點香 煎了一點香 就會有些甜味 很突出 甜?我想說是鹹的 不是 它用鹽帶出魚的鮮味 噢 所以我覺得它們 希蘭做海鮮 比較深思 這間餐廳 都是在柯南柯柯廚 那裏 就是OLA那裏 那裏 它也是一間 其實不是之前的餐廳 這條魚也不便宜 不過也要85元 但我覺得是相當抵 如果你去到那裏 相當建議大家 吃一下它們的海鮮 尤其是去到這個島 那裏 譬如 我覺得這個島有趣的地方 就是 可能很多人都會去海邊走 會拍一些藍色或白色的事 這個大家 比如看很多照片 例如這些藍頂 或者是藍頂的教堂 然後全都是白色的 這些 大家如果去到的 只要找到一個漂亮的黃昏 即是平時我們看這些照片 就全都在Santorini 全都在Santorini 我以為是雅典 不是 雅典是只有圍城 雅典 雅典 其實風景是沒有Santorini OK 雅典是看那些 即是叫做法爾虛 歷史 歷史 對 如果他真的想看美 或者想看風景 你說除了去天空之城 當然一定是去Santorini OK 那你會見到這些 但是雅典 如果你去直航 一定會經過 一定會經過 而且你還沒坐船 或者坐內陸 我還有一個提示給大家 還有一個提示 就是 記住去Santorini 坐飛機 坐飛機 看日落 不是 坐飛機只有一個多小時 一個小時左右 但是那個坐船八小時 OK 即是你說在希臘 過來Santorini 對 就要坐飛機 而且那個飛機票是比船票便宜的 哦 所以大家 又想省點時間 省點錢 可以選擇坐飛機 因為很多人會說 那艘郵輪是不是很特別呢 我又不是 即是在愛琴海裡面 是不是很浪漫呢 但是 當你搖了八個鬆頭船的時候 其實你所有東西都會變得不浪漫 嗯 對 而且如果你說一直 你說坐八個小時 你看亡眠一片的海 是啊 即是你都會很悶 對 這些就是他們的船 這些就像澳門那些什麼 對 就像那些 Doublejack 飛翔士 這些就是當去坐飛機 你坐八個小時 又沒有什麼娛樂 就很硬 那椅子 你會覺得都很服 那些人就在遊客 睡不著 你是不是一程就船 一程就飛機 我兩程都是船 哇 你一買就買完碟了 我是去到後來問很多人 才知道 其實很多人都是坐飛機 對 很多人都是坐飛機 但是如果你說船的話 他是多少錢 大約三百多元 大約一程 一程 很貴的 因為他們雅典 這個是其中一個 最重要賺錢 賺你的錢的地方 是吧 那你說飛機 可能到達二百多元 也不是 二百多元 一程 一程 很笨 因為他坐飛機那些 那些是什麼概念 即是真的 一些大飛機 還是一些 小的內陸機 當然你會坐 那艘是廉航 歐洲全國 歐洲都很著名的廉航 還有比如說 我終於看到圓人的照片 這個是我媽媽 這個是你媽媽嗎 原來都是你媽媽 都是繼續說媽媽 因為我負責拍照 就看不到我 是很合理的 OK 那去到 我覺得最後 那天真是很藍 是不是真的這麼藍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是冬天去的 這個時候還算是冬天 其實相對而言 都不是夜日藍天的 我們都有些陰 但是你說到六七八月 就全部都是一清一色 都是藍天 我現在看這些照片 是雅典的 這就是雅典 剛才講到那個島 講到最後一個地方 有一個村 譬如很多人 可能在盛途這年 可能留一晚 或者兩晚 很多時候去了 OIA OIA 這個地方 譬如他們會在 費拉 就是那個港口 那裏 剛才我介紹了 例如 你有沒有游泳 我沒有游泳 因為天哪裏 剛才也介紹了一個酒廠 在Piragos 這個地方附近 是 但是我也想介紹一個地方 有少許多人 相對來說 就是在Piragos 這個村 很多人就會說 不是 我們去希臘 剩下的地方就是看海 但是不是 我們去Piragos 這裏 雖然是一個內陸的浸 當然去到一個山上 離遠 仍然是看到海 但是我會覺得 它的樓影出來 其實希臘很有趣 我們拍白色的小屋 但是這個浸 很有趣 它的樓 那些房子 是比 在Piragos 更加有奇形怪狀 嗯 如果大家像這張照片 它除了白色 還有一些黃色 藍色 這些顏色是配得很特別的 如果大家很喜歡一些 我覺得顏色上面的 比如白色配黃色 這些 你在Piragos 就相對少一些 就是喜歡一些奇形怪狀的顏色 或者 如果看這些房子 其實我想問 有沒有一些民宿可以處理這些 可以的 你可以進去住的 他們都很歡迎你們進去住 比如說 如果你想拍一些 比如 尤其可以拍一些 人去拍結婚 這些圖案 就是我們說 正方形 或者這些 這些拍出來 就相當漂亮 那麼 這些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很少遊客 相對少遊客 也都是 我會覺得很寧靜 你感受到一種很傳統希臘 農村 這種風味 所以我覺得 比如說 如果大家有時間 去到成都這裡 除了Ogla 和海港輝拉之外 其實 都可以放少少時間 去一下他們周邊的村莊 那麼 你會有少少的意來收穫 是的 這些就是 比如說 這些地方 比如說 就算是連一條很簡單的樓梯 它的形狀 是用一些很圓魂的 就是有一種圓形的形式 我們正常就正正方方上來 但是 在希臘那裡 它是每個梯級 都做一個綠色的 中心在那裡 是的 因為這個村 相對來說 比較少遊客 所以其實它真的 不是為遊客而做的 它是原本幫助人的生活 那種感覺 所以 我也覺得 如果大家 比如說 喜歡看多一點的東西 或者喜歡拍照的話 這個地方 還有它有點像奧漢的大三巴 是的 那它又沒有那麼殘 但是沒有那麼殘 但是它又有一些 藍色的大三巴 你想想一下 是的 不錯 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大三巴的細節多很多 這個是鐘來的 很多鐘 是的 這個地方 我們給大家多給幾個選擇 好 Santorini 到這裡差不多了 是的 OK 哦 OK